好各位我是Tim 欢迎收看本庆视飓风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和正常稍微有那么一点不一样啊 熟悉我的老粉应该都知道 我个人非常喜欢慢动作 这种升格的画面好吧 老升格怪了 那也不是为了凑视频时长 其实我就想看看更高帧率 我们能够拍到一些什么不一样的画面 那这次我们直接介绍了一台Phantom T1340 很特殊的一台摄影机 它是去年刚推出的 那如果你好奇它的市场价 那我们公司所有的相机加一起 连它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它在1080P分辨率之下 能够拍到6160帧每秒 那放慢了相当于246倍 那假如你在不考虑画质的情况下 它甚至能够达到113510帧每秒 那这么高的速度能够拍到些什么东西呢 感谢京东这次支持了我们这期内容 让我们放慢了生活中的很多场景 让我们看到一些奇怪的现象 那说不都说 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成果 这个太舒适了 哇 这个舒适水平拉满了 切开 甩起来了 我感觉有点痛 就我感觉身上长了一个番茄 假如我身上这个番茄被这样切 哇 寒毛起来了 看你们 看一看 鸡皮疙瘩起来了 哦 哦 像一个结界 哦 哦 我觉得那6000帧 根本不需要拿那个油漆当牛奶 牛奶甩出来就是这种质感 哇 这特效根本炫不出来这种感觉 就在人的认知里面就不是这样的 就哪怕我做出来了 我也会觉得这是炫耀错了 我们用破壁机测试了很多东西 也发现了很多细节 那比如说在高速搅拌的时候 很多空气马上就被带到了牛奶里面 那在蛋白质膜的表面 形成了这种一个个小口包 然后这个膜又会破裂 这种在正常情况下你是完全看不到的 但在升格之下就变得非常明显 为了能够拍到这种高帧率的画面 灯光的要求就非常非常高 你需要让灯足够亮 而且还没有平闪 那正常我们只要打300瓦的灯就足够了 但是在现场我们用了M90 也就是9000瓦的灯 才能够勉强满足超高速的拍摄 那这功率直接是正常的30倍 两盏灯拍一天就能用到200度电 这个用的烟量是绝对没有想到的 我们还试着拍摄了爆米花 因为我一直好奇 它怎么就从这么一颗颗小的玉米 爆出来这么大的体积 说到做爆米花我就不困了 非常简单 先加油 再开锅 然后咱再加上玉米粒 我们只要耐心地等待 就能看到奇迹的发生 哦呗 哦呗 这太有意思了 哦 哦 哦 我小时候怎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玩的事 爆米花的爆裂实在是太快了 它玉米外皮非常的致密 但里面的水在高温下会气化 那气压大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会瞬间快速向外释放 但你看到的爆米花也就飞了起来 大家要知道我过几天就要结婚了 然后呢 现在我们要做这种危险的试验 为各位老铁们献出我的头发 哇 这个像牙齿一样太可怕了 哇 它这样左右左右切 割草一样 真的很像割草一样 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我的头发 感觉刚刚好像掉了很多 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板真的很困难 我很自私 听着外面的笑声雌雞彼伏 我心里也感到无比的欣慰 现在有这么多Tony老师来为我吹头 拍一个广告真的非常难 实话实说 来 点 点风 就我的人动作永远是比头发快一步的 你会看见 就是你看每一个动作都是人比头发快一步 对了 刚才在吹我头发的吹风机 我觉得真的非常不错 这个是松下纳诺仪护发 然后有大风力强劲马达 横温50度护发 然后还有疾风嘴和快干风嘴 那接下来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整一个带水的 结果很好奇就是吹风机 到底怎么把头发吹干了 可以可以 好嘞 原来吹风机大多数是把头发上面的水给这样吹掉的 你看就感觉水是脱离重力 风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当你具象化看到它的时候 你会看到空气流动对所有东西的影响 其实在拍厨房和卫生间里的慢动作的时候 我们已经补充了足够的光源 但是在拍摄帧率超过1000帧每秒的时候 我们还是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很少有灯能够抵住这么高的刷新率 都会出现这种一闪一闪的状态 哪怕是很昂贵的专业影视灯 那如果你想要在前期解决这个问题 最便宜的方案就是直接用太阳 太阳是最理想的光源 绝对不会闪 那拍摄那天太阳就很好 所以我们也在室外拍摄了几个殆尽的情况 这纯粹就是刚刚意外 我就想到说 假如我们拍这个桶 然后用一个锤子去敲它一下 它会不会这个东西就中间会这样跳起来 那我们试一下1080 6000可以吗 三 二 一 哇 这个太强了 你看 它同步的 它所有的这个东西都同步的 你看见没有 果然6000才有那味 对 你看它所有的东西都在抖 你看看它整个这个面都在这抖 我们还尝试了一种特殊的结构 这个叫做鲁伯特之类 它是融化的玻璃在重力下 滴进冰水以后形成的 那它的头部你怎么敲 通常都是敲不碎的 但是尾部叫你轻轻凹一下 那它整个就立刻爆炸 那正常情况下 拍摄帧率超过10万帧每秒 才能够看到它裂纹的扩展 非常神奇 那这次我们把帧率达到了3万帧每秒 那拍到了这样的画面 虽然看着也还不错 但是实际拍摄的时候 我们发现买的鲁伯特之类 质量实在是不行 尝试了很多次 我们也没有做到那种 从尾部开始碎裂的效果 其实我觉得升格是特别有意思的表现手法之一 我特别喜欢 Phantom摄影机公司的标语 就是 When it's too fast to see And too important not to 就是当它转胜即逝 但又不可错过 大概就这个意思 升格不只是艺术的表现形式 也帮助无数的科学家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奥秘 那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这类节目的话 我们会考虑做更多的高速实验 来帮助你看到肉眼无法见到的现象 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买一台高速摄影机对不对 我们应该买吧 嗯 最后感谢京东对我们的支持 很高兴能有机会拍到这么多有意思的画面 如果你对这些家电感兴趣的话 可以逛京东去买 京东家电618 头号津贴 每买200 减30 如果喜欢的话 请务必点赞 投币 三连 转发 关注我们 这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我觉得咱既然要做就做得别一些 做一位合格的障碍 忘了爱 妹眼怎么跑来的 老白有点站不稳了 我看他腿都发抖了 有那味吗 居然没有女性化的感觉 没有 还挺阳刚的吗 你想说话 我看你半天没说出阳刚这两个词